賴清德現在談到愛與和平 而且一邊喝著全糖的珍奶 要吸年輕票 不過阿扁 我們的前總統 有可能是他的燙手山芋嗎 我們先來看看賴清德 他的最新論述是說 愛與和平非暴力 是民進黨的創黨精神 可是很多人想到的這個畫面 跟賴副總統講的 好像是兩件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民進黨當時 為了要爭取最大的支持 你可以看到他在街頭 他在街頭 其實有非常多 大規模的社會群眾運動 甚至還造成一些流血的衝突 這也是包括1988年520農運 那是台灣解嚴之後 第一次爆發激烈緊密衝突的社會運動 而2008年 當年江成慧 陳韻玲來台那一次 小英 那時候的黨主席 蔡英文在最前面跟群眾 帶領的群眾 然後賴清德在他旁邊 也發生了一些流血的衝突 所以暴力小英知名不進而走 所以這個愛與暴力 愛與和平非暴力這件事情 賴清德嘴巴裡面講出來 有些人想到過去的斑斑歷史 其實並不這麼認同 我們再來看看賴清德他的所謂的主張是什麼 最新的論述 這個不知道怎麼傳出來 就是說賴清德的最新論述 將會朝反共不反中來走 那這個反共不反中 這個感覺上他的調整滿多的 從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到和平保台 到反共不反中 如果真的往這個方向走 可見他多想要贏 他調整了多少 不過有一些粉專 或是有一些 我們社會上很多人 並沒有那麼快忘記 賴清德所領導的民進黨 在他們的民進黨的粉專 前一陣子在馬英九訪中的時候 他們言辭的批評馬英九 直接讓中央黨部來發文說 我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記憶有心 我還記得亮哥在我這邊 也大大的動怒了 所以如果他當選 有和平嗎 真的會有和平嗎 侯漢廷也在我們大白話講了 賴清德隨隨便便反中 喊一喊反中 支持者就興奮起來 很像相屍感屍一樣 鈴鐺咬起來 殭屍就跟著走 所以像這樣子的論述 是在騙票嗎 還是假裝掩蓋 他心裡面真正的想法呢 我們再來看看賴清德的全堂說 喝真奶你都喝幾分甜呢 賴清德說他嗜甜 他愛甜 所以他全堂 那當然引起一些爭議 現在我們看到賴清德的第一位 競選總部的發言人郭亞惠 昨天亮相了 媒體封給他最甜發言人 他自己也講說 2024要選一個全堂的總統 也不錯 甜甜的也不錯 可是喝全堂飲料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要正視 因為以我們的健康署 以我們的各種專家的說法是 現在吃全堂 或者是你喝太多甜的東西 其實對你的健康真的很不好 你看含糖飲料進入校園 教育部同意修法 這是六年前的事情 現在好像國小的校園 你要買有糖的飲料是買不到的 我的理解是這樣 所以好像賴副總統 他未來想要當我們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的想法沒有辦法與時俱進 我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賴清德說 健康的人想吃甜的是OK的 想吃全堂是OK的 恐怕不是這樣 我們要打一個問號 還有過去2017年 5月份的時候 他還在當台南市市長的時候 其實當地的議員叫做曾順良 有揭發一件事情 他說為什麼我們台南人 這個喜慎的人口全台灣第一 那是因為太多太多電台 在空中賣藥 而且還診斷 然後他就舉出一個人 叫做季良 志明 據說 根據這個議員的說法 根據曾順良的說法 季良是賴清德的好朋友 所以他說賴清德的好朋友 季良沒有任何的意識背景 在電台賣藥 而且還隔空診斷 他覺得這個讓民眾 因為像這樣子的一個江湖 術士這樣子買藥吃 所以難怪台南的喜慎人口 全台第一 賴清德身為醫生出身的 一個政府官員 恐怕他的很多的健康的概念 或者是關於醫藥的常識 不能隨口隨隨便便就講出來 而另外我們剛剛講到 陳水扁有沒有可能變成 賴清德的燙手山芋呢 這是因為最近陳水扁很搶戲 為了救他自己的兒子 陳志忠 他今天出席了一項研討會 這個是選霸法的修法的研討會 是由獨派的智庫來辦的 在這場研討會裡頭 我們看到阿扁正比吉書 非常的敏捷 看起來腦筋也非常清楚 他是不是又踩紅線了呢 而且還受訪 而且還受訪 所以我們看到中間的反應是說 我們知道他會參加 他有報備 可是有沒有受訪這件事情 中間並沒有得到訊息 你可以看到阿扁 前總統這樣趴趴走 為了救子 這件事情是不是也變成賴清德 恐怕是如芒刺在背的一樁事情 來 問我們看曉昕 其實剛剛從前面講到賴清德 跟含糖飲料 賴清德最近他身為醫師 其實做了很多醫學上的錯誤示範 或者說衛生上的錯誤示範 首先他先講人家說是 國民黨是精神分裂 他最後也沒跟國民黨道歉 可是精神分裂這個說法 還說什麼糖尿病什麼 把很多疾病拿出來 去做一些負面的一個比喻 這個東西他自己道歉了 可是他道歉完之後 他又繼續講 他就說你只要吃這個上面 有Q版賴清德的這個碰餅 你吃下去之後 你就會像吃糖生肉一樣 可以長命百歲身體康健 可是大家忘記了 我們一般善良老百姓 怎麼會去想吃糖生肉 不會嘛 在西遊記的故事裡面 會去吃糖生肉都是哪一些人 都是一些邪魔歪道跟妖魔鬼怪 而且他這種說法不僅是誇大 然後而且還會違反相關的這種醫療的 這種衛生的法規 再來他又開始幹嘛 喝含糖飲料 其實喝含糖飲料 有些人就喜歡喝甜的 有些人不喜歡喝甜的 這個是尊重大家 但大家忘記了嗎 我們在幾年前 我們還在討論說 要不要課所謂的肥胖水 也就是課肥胖水不是說 你體重比較重的要被課水 是說這些包含含糖飲料裡面 你的碳水化合物 你的糖分過高的 那你要按一定的比例課稅 也就是說這些含糖飲料 可能就會賣的比較貴了 讓一般人會比較不願意去買 因為為了大家的健康著想 所以你說喝全糖飲料是很健康的嗎 我是打一個問號 我們是讓大家自由能夠選擇 你想喝甜的不想喝甜的 但是你說長期去喝全糖飲料 對於健康一定是有負面的影響 所以我會認為說這種 民進黨當然就一大堆人一起開始講說 大家要來支持全糖的總統 我覺得拿這件事情來宣傳 其實第一無聊 沒有什麼太大影響力 第二 當時提肥胖水 我記得好像是高嘉瑜委員 也是賴清德等於他的子弟兵 就曾經在立法院裡面 提出要課肥胖水 那請問民進黨對於肥胖水的立場是什麼 那你認為所謂的含糖飲料 在國小裡面是可以販賣的嗎 如果你認為說只要健康的人 都可以喝甜的飲料 那不好意思 小學生很多都很健康 大多數的小孩子都是健康的 那為什麼我們要在校園裡面 禁止販賣這些所謂的含糖飲料 我們都只讓小朋友喝牛奶 你那種什麼可樂啊 絕對不行讓他們喝的 就是希望他們從小養成不要喝太甜 吸取太多的碳水化合物的好的習慣 讓他們能夠健康嘛 所以最後我要講一下這個賴清德 突然也講說這個反共不反中 這最早馬英九講過 我也講過 但是你到現在民進黨跑來超國民黨的兩岸論述 然後又講得不清不楚 我覺得這對他來說就是想要去騙票 從台獨騙到說是反共不反中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感覺他好像是丟出來試水溫 因為他們還沒有正式宣布 對 但是我覺得這種你說什麼 反共不反中 傳出反共不反中 但是國民黨反共不反中有理由 因為我們反共是認為說 台灣的民主制度是我們生活的習慣 希望對岸有一天也跟我們一樣 所以可以透過交流 所以不是說反就要跟他們非常敵對 越多的交流越有可能促成 那不反中當然不反中 中是中華民國 誰會自己反自己 那請問賴慶德認同嗎 是 來 好 這個反共不反中 是不是賴慶德怎麼會這樣講 我們就靜觀其變 可是我覺得機會非常高 因為如果你怕說過去2017年 在台南市長快要離開 去當行政院長之前 賴慶德在台南就已經喊出 四個字叫親中愛台 你沒有聽錯 親中 那他的親中什麼意思呢 就是親中國 愛台灣 那中國不要打台灣 所以他也是兩國的概念 所以賴慶德一向是這個概念 只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吃太甜的事情我先講好了 因為一般如果在看我們大白話的觀眾朋友 你在台灣的話 台南的飲食一向被大家覺得有一點甜 它還有一點嚴格 小小30秒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在清朝的時候 一府二陸三盟甲 台南是台灣的首府 所以當時的天龍果就是台南 糖基本都在台南 而且是貴的 糖很貴 所以能吃糖的就是有錢人 所以台南很多的小吃 台南的一些美食 它都有入 那個菜都有 那個糖有入菜 所以都甜甜的 所以台南人喜歡吃特別甜 可是賴慶德 他不是萬里人嗎 他只是去台南當市長 怎麼會吃那麼甜 他大學的時候就在台南 對 所以台南就是愛吃甜 還有人去實測 台北的這個氣氛甜 到台南大概就13分甜而已 台南吃得很甜 我的父親也非常喜歡吃甜 但是我是覺得吃那麼甜 其實對身體可能不好 沒關係 今天他就是這樣 他今天也出來跟大家解釋的 沒有鼓勵大家多吃 我是這樣講的 因為你已經當總統參選人 所有的言行都會被大家解讀 反過頭來應該是講這個 有關兩岸路線的部分 因為賴慶德他所講的親中愛台 其實就有點像是 郭寬敏的兄弟聚邦 他已經界定就是 我們可以當好朋友 可以當好鄰居 但是我們是兩家人 我們已經不是一家人 兄弟也分家了 親中愛台 他如果說以後是親中而反共 或者是說反共不反中的話 他的中其實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倒也不是說 剛剛巧欣講 我的理解 中華民國不是 他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所以他的那個方向 就是剛剛賴慶德講的 跟國民黨跟賴慶酒路 是完全不同的 但你要看到底多少人 願意投票給他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至於你說吃很甜 是不是可以吸到年輕人 這個我完全不是很理解 可能不是這個方向 但他本身就是吃很甜 其實很多人會覺得 這樣不健康 年輕人會因為說 這個人吃很甜 所以我投給他嗎 也不要把年輕人想到太那個 這個我倒不覺得是這樣 而且一般人 其實不會吃全甜 很甜 我覺得很恐怖 我完全不敢吃甜 大概三分堂就很多了 來 請教慧文兄 這個郭寬敏先生 之前講的兄弟之邦 跟以前大陸的總理溫家寶 講的兩岸是兄弟 雖然名稱都是兄弟 可是那個意涵是完全不一樣的 剛剛韋汉兄也做了解釋 所以不要把他混為談 這個兄弟的意思有很多種 這個賴清德講就是說 民進黨的創黨精神是和平 你就看說這個 跟塔律班對著幹的 徐曉星是什麼被圍剿的 你講說是和平這兩字很好玩 這個民進黨創黨的精神是什麼 是台獨 他是為了台灣獨立才會去 成立民主進步黨 這個問當年 王世堅他們去創黨 創黨精神怎麼是和平 這跟和平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賴清德講這個 非常的不好 我們看賴清德在講這個東西 在講這個說什麼 接受九二共識 等於放棄台灣的主權 這個我也不太同意 在馬總統那八年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馬總統就是九二共識的 最佳的這個權勢的人 我們有放棄台灣的主權嗎 沒有 那八年我們不是也過得好好的嗎 賴清德你這個跳躍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趙春山教授講的 賴清德把他的對手弄錯了 他把他可能選後的對手 變成是選舉的對手了 如果賴清德當選的話 假設賴清德當選 他就要面對習近平的 北京的政權 你可以說他是專制 雖然對方聽了會不高興 雖然我這邊是民主 你是專制 可是賴清德 你的對手並不是共產黨 你的對手是國民黨 當然可能也有民眾黨 所以錢子 你看你多久沒有接Call-in了 尾翰上個禮拜接Call-in 九通都支持柯文哲 對不對 錢子你開Call-in看看 這是誰 對不對 搞不好你九通 接九通搞不好都支持韓國瑜 沒有 開玩笑 我是說賴清德 他這個東西就是標準的扣紅帽 就是你只要接受九二共識 就是放棄這個什麼主權什麼 他不是這樣子 賴清德這種 其實我比較差異 就是我覺得賴清德 你看他到各地的信賴支援會 他講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要走蔡總統的路線 然後這個是民主跟專制的選擇 然後台下大家這個熱情的鼓掌 跟喊他賴總統 我想請問觀眾朋友 這對嗎 賴清德講的是真的嗎 就是說你只要投賴清德 然後繼續走蔡總統的路線 然後我們不要去承認九二共識 如果承認九二共識 欠和平協定 我們就是放棄台灣的主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洗腦很可怕 而且其實他洗腦是有用的 民進黨的其實是上身 就覺得說投賴清德 投賴清德那就怎麼樣 然後竟然還有人會相信 因為剛剛巧欣講這個什麼 反共不反中 這個前子我是忘了馬總統 還有巧欣講過這個 這個是川普發明的 川普他們之前都是針對 他們就講CCP 他們就一直罵共產黨 就是我們是 我們針對的是共產黨 我們沒有要跟中國人民為敵 我們是反對共產黨 可是這一招從川普到拜登 也是用這一招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賴清德想要用這一招 我是比較好奇 我認為應該也是沒用 好 我們進一項廣告